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路加福音 十九章一到十节 昨天我们看到 耶稣快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移至一个 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那么 我们说当他被移至的时候 他睁开眼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 这是何等大的福分 对不对 那么经文说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我们想象一下 他的跟随是默默的在后面走吗 我想不是 对不对 他一定是又叫又跳 逢人就讲他怎么样得医治 怎么样被恢复 他怎么样得着上帝的恩典 他说一路归荣耀于神 所以身边的人一定充满了 赞叹和惊讶 有一个心情就是 有大事要发生 那个心情 要走向耶路撒冷 当然他们带着错误的期待 以至于没多久 这些人就喊着要钉他十字架 在这个时候 一定整个人群是非常的热闹的 大家就在那里传说 我跟你说 刚刚在路上的时候 有个瞎子 他突然就看见了 你看你看 就是在耶稣身边的那一个 又叫又跳的那一位 又叫又跳的那一位 另外一个也说 我知道 上次这个五饼二鱼 未把我们众人 那一天我也在场 所以大家在那里 谈论着 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 他们说这一位肯定就是那要来做王的 无论如何 这个非常热闹的 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Sakai 做税吏长 四个财主 税吏长 税吏长是税吏的头头 那么税吏就是当时候帮罗马政府来向百姓收税 那税吏长肯定呢 他又捞更多的油水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做税吏 在当时候是叛国贼啊 你怎么会帮着外邦人来欺负我们犹太人呢 所以税吏跟罪人常常就被放在一起 在当时候犹太人的心里面 是非常厌恶 非常讨厌 在犹太人的社会是排挤他的 那这么惨 这整个社会都排挤厌恶 为什么还要去当税吏 甚至做到税吏长呢 肯定是想要钱 对不对 因为这个油水多啊 我这个收税 我可以拿到更多的钱财吗 所以后面才说 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他承认他在过程当中 有讹诈别人的成分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他跟政府说 罗马政府说我要收100块的税 但是他私底下收了150块的税 120块的税 那上缴100 政府不管你多拿的 总之你要固定 把你承诺给我的 拿给我就可以 所以这个税吏长 是很被讨厌的 那他做税吏长 基本上就显出了 他既然不在乎 身边犹太社群的这个反对抵挡 因为他怎么样 他把钱财当作他的主 是个财主 路加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 跟前面那个财主 做个对照 前面呢 众人就问了一个问题 在18章26节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就说财主 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 真的也还难 那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用这段故事 来回答众人的疑问 谁能得救呢 后面我们会看到 就是回转谦卑像小孩子 所以不是所有的财主都不能得救 不是 而是财主很难 回头单单来依靠上帝的怜悯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 这个撒该呢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这里的看看在原文是 渴望寻找的意思 就是经文没有写 撒该为什么这么想要看 但从后面我们可以推论回来 但是在这里 他只形容有一个人 他是个税吏长 从读者的角度 我们去理解这个故事的描写 就是耶稣浩浩荡荡的 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 进入耶利哥了 那在路上 哇大家都在那里 七嘴八舌的讨论 很兴奋 然后呢 镜头都突然转到一个 人物的身上 是个税吏长 撒该 那你想象他混在人群当中 大家知不知道他 可能有些人认识他 讨厌他 唾弃他 那这个人呢 他想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想要靠近他 只因人多 太拥挤了 他的身量又矮 他个子比较矮小 所以看不到 看不到 第四节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显然是一条直直的路 那他觉得 哇在人群里面 他挤不进去 看不到 所以他就往前面跑 就是耶稣会经过的方向 往前头跑 跑到一棵树上 现在那里等 因为等一段时间 耶稣他们就会走过去 他就可以看得到耶稣 结果呢 第五节这里讲好 耶稣到了那里 你可以想象 撒该他 一定是 挤半天都挤不进去 然后也看不到 那好吧 他就一个人奋力的往前跑 然后爬上山树 在当时候这个举动不太寻常 而且他是一个税吏长 基本上他得放下一些人的眼光 真尊严 那爬上山树 他就在那里等 巴望着耶稣来 他可能远远就看到 那耶稣越来越靠近 很特别的一幕发生了 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这里的描写 好像是 耶稣不经意的抬头看到 怎么会有一个人呢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居然知道他的名字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耶稣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呢 显然耶稣认识他 当然 我想耶稣他当然认识每一个人 后面耶稣说 第十节人子来 会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很可能 耶稣走进耶利哥城 就是要来找他 他的心里面 惦记的一个人 叫做撒该 而这个撒该呢 我们从后面看起来就知道 他为什么 渴望去看着耶稣 去寻找耶稣 他知不知道自己被众人排挤 知道 他知不知道 这样是一个欺压 欺负自己同胞的事 知道 因为他后面说 我讹诈了谁 他很清楚 他在做出卖良心的事 他想要见 可是他心里面却有个渴慕 他想要靠近这个耶稣 他知道自己不配 他只有远远的在那里看着耶稣 心里面的OS 心里面的思想 意念没有被记载下来 但我自己猜想 他肯定心里面有一个羡慕 他看着耶稣在大老远 他在想 这个人 真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人 真是弥赛亚 我也好渴望 我也好盼望 能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 他只有一个羡慕 前面是这个虾子 大声的呼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在这里 甚至人家阻止 这个虾子做生的时候 他却越发喊叫 很大声的呼喊 在撒盖这里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一个 心里面很深的渴望 渴望被怜悯 就连这样 耶稣都回应了 我们还要再强调的是 撒盖并不配 因为他事实上 他真的是一个罪人 不只是被法利塞人定罪而已 他真的讹诈了人 所以 他就是在心里面一个渴望 渴望神的怜悯 耶稣都回应了 而这一次呢 前面是虾子呼喊 这次竟然是 耶稣呼喊 撒盖 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人 是这样的经历 对不对 我们看到 有一些朋友 他成为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显出来 那个平安 独定跟羡慕 我们就是在心里面 有一个呼喊 有一个想望 哎呀 我也好想要成为基督徒 我也好想要像他一样快乐 我记得在我高中 我第一次被邀请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哪一天 我曾经分享过 就是 我才高中而已 我看到前面一个国中生 应该是国中三年级的孩子 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以前在唱诗歌了 然后我是一个新朋友 所以我就很害羞 我就坐在最后面 那唱诗歌的时候 大家拍手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国中生 拍手拍得很投入 然后他回头 因为我们晚进来了 那稀稀疏疏的 他回头看 看到我 看到新朋友进来 他边拍边笑得多么灿烂 那个眼神让我感受到很大的欢迎 他好开心好开心 然后我在看看其他的人 在那里唱 在那里举手 在那里投入 我感受到 这里好像 那不是我平常接触的环境跟世界 我到底来到了哪里 就光是圣徒聚在一起唱诗歌 都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震撼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心里面有一个羡慕 我第一次去到教会 我那个羡慕是 我好想也有他们这种喜乐 我好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就是这个想念 我都没有讲出来 甚至后面呢 我因为忙着要念书打球 我好几次都没有去 可是那个想念 上帝听到了 那一个 我好羡慕 沙盖在树上 那个羡慕 那个渴望 想要看看耶稣 想要寻找 那个渴望 内心 他就是没说出来 耶稣都回应他了 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撒盖 你可以想象 撒盖在树上 耶稣呼唤他名字 他的震撼 以及在场所有人的震撼 很吵闹很吵闹 突然耶稣指着他说 撒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撒盖知不知道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要付什么代价 知道 因为他是被公认的罪人 而且是大罪人 他不是税吏 他是税吏长 那耶稣竟然为他做到一个地步 在众人的面前说 我要去住你家 耶稣不爱惜羽毛 你看耶稣讲这句话 就被人议论嘛 后面提到说 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这个耶稣不爱惜羽毛 回应他心里面那个 迫切呼喊 我想对撒盖当下来讲 是一个很深的震撼 我们信主 我们其实有这个经验经历 对不对 我们赫然意识到 我们是那么样的软弱糟糕 而耶稣为我们舍命 死在十字架上 那 撒盖他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激动 他那个呐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位这么荣耀的人 他 他刚刚 医治了一个瑕疵 这么样神圣的人 他认识我 各位听众姐妹明白吗 神认识我们 他按着我们的名字 呼唤我们 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他呼唤我们的名字 他认识我 而且 他在众人的面前 不在乎自己 是不是丢脸 这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他就是说 要来我家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所以他就急忙下来 你可以知道撒盖心里面的 那个兴奋 快乐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他马上 跑下来 然后呢 很恭敬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一轮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那个欢呼声突然扫了一半 不对 这个人难道不知道他是罪人吗 我们说了 一同吃饭住宿 那不得了的事 表示我跟你是一伙的 耶稣跟着你身边有那么多的大人物 你怎么 你怎么会去跟他住 不对劲 不对劲 所以大家就有一些议论 我想 这些议论的人还不明白 耶稣他所要做的事 前面一再讲 他要做什么事 他要使瞎眼的 得看见 叫他受压制的 得自由 等等 第八节 撒盖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渣了谁 就还他四倍 这个是撒盖自己的回应 为什么 他被耶稣的爱震慑住了 他全然的降服了 我们前面经说明了 过往 他知道当税理长 他要被整个民族给唾弃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他要钱 过去 钱财是他的主 现在呢 他撇下一切跟随主 明白吗 现在 耶稣是他的主 上帝是他的主 以至于 他对于钱财的态度 完全就改变了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周际穷人 周际需要的人 钱已经不是他最在乎 最重要的了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失败 悔改 愿意赔偿 他承认他自己的罪 而且呢 他站着对主说 你要想想啊 耶稣身边有多少人 所以 耶稣为他不爱惜羽毛 而撒盖回来耶稣 他也不在乎人的眼光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嘿 留意啊 是一个双关女 这个前面 耶稣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所以 我必住在你家里 那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所以他就是救恩 谁接待耶稣 就是接待救恩 就是得着救恩 所以耶稣在告诉 身边跟随的人 真正的跟随他 是什么 要回转向小孩子 真正的跟随他 是什么 接待耶稣 他就是救恩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当时候的听众 是很矛盾的 在协同上 没有错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因为他是税吏 而且是税吏长 众人会认为 他是彻彻底底的嘴人 是不得救的 是在天国之外的 可是耶稣在这里 讲了一个逆转 还记得在 路加福音三章八节的时候 约翰 他对要出来受洗的人说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 新奇子孙来 施启约翰那里 在强调的是 你不要以为 你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有这个血统 你就肯定是神国的百姓 不是 你们得悔改 否则呢 你们不能被称作 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这里是要肯定 撒该的悔改 因为你悔改 所以你是真正的 亚伯拉罕的子孙 最后 第十节呢 耶稣等于在回应 他为什么停下来 愿意去撒该家里的原因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人子 我们说人子 他是但一里书 那个 要来掌权 做王道永远的那一位 所以他再次也借着这个故事 让门徒以及身边所有的群众知道 他要去耶路撒能的目的是 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说 那他为什么 来到这里 除了前面一色的这个匣子 除了上司之家 他在这里的停留 也是特别为了撒该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某一个时刻 也为我们停留 不是吗 他特意的 在很特别的时刻 感动了一些人 为我们祷告 带领了一些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向我们分享 耶稣的福音 好叫我们可以认识他 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工作和作为 叫我们降服在他的爱 我们也是这样被寻找 被拯救的 那个世上的人 当然我们说 耶稣这一段 其实也是在回答 前面 18章26节 那你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只要你认为 你知道 你自己是 那 失上的人 是有罪的 是远离神心意的人 那么 你就是上帝 要寻找的人 你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 那我们回过头 看这一段 我们会看到 撒盖在这里 等于也做了一个 回转向小孩子的一个典范 对不对 他怎么做呢 他认罪 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辈 他承认 他确实是个罪人 然后呢 他有一个悔改 对不对 还他四辈 还有一个补偿 他不愿意再讹诈了 我相信 他之后 不会再做这种欺骗的行为 然后呢 新的生命的转向 对不对 以往 他是倚靠钱财的 以往 钱财是他的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过去他是侍奉钱财 他不在乎 或者是他知道很惨 但是他仍然要抓着这个钱财 但现在他生命的方向 生命的基调完全改变了 他愿意为了主 他把一半分给穷人 就是周迹穷人 他知道该怎么样 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使用钱财 上帝已经高过他的钱财了 对不对 他生命的基调 就是单单跟随主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 其实 撒盖这个悔改的过程 我们都曾经也经历过 对不对 我就记得 我那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 很叛逆 那么 有机会被邀请到教会去 那 我说 我身边有一个羡慕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人 我聚会完 人家问我说 诶 金董啊 今天聚会感觉怎么样 我也没什么说 哦 还好 不晓得在抗拒什么了 就是你知道 青少年挨命子 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是我心里面那一刻 是真的羡慕 当我意识到 我这么软弱不配 这么渺小 但是呢 耶稣竟然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心里面的感恩激动不已 当我信主之后 我就在补习班里面 我去向我得罪过的人 我主动的去向每一个我得罪过的人道歉 因为耶稣为我做了这么大的事 他因为爱我 他不顾一切 不爱惜羽毛 以至于我也不在乎我的面子 对一个青少年来讲 他要这样卑躬屈膝的去向每一个人道歉 真的也不容易 说实在话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毫不在乎了 我觉得面子值多少钱 我只想要讨神的喜悦 我只想要弥补我以前的错 我努力的去跟每一个 我得罪过和伤害过恐吓过的人道歉 我也努力的要弥补 也努力的更正自己的行为 我每天最早到 然后呢 我每一节下课 我都把黑板擦得干干净 那时候我可以想得到 可以做的一些的补偿 我只是想要在上帝面前 淘汰的喜悦 对身边的人来看 可能觉得我有点奇怪 但无论如何 我不在乎那些 我只想要讨神的喜悦 盼望一生可以单单为主而活 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撒盖跟耶稣的相遇 也让我们回忆了 回想我们与主相遇的那一刻 但愿这段经文使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 恢复那个时候 单纯爱神 回应神 不在乎人的指指点点 不在乎人的批判议论 我们一生单单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心里面在思想 当你望着撒盖 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 撒盖的心里面何等的激动 他内心最深的渴望被你听见 而且你不在乎身旁人的眼光 不爱惜羽毛 愿意去到撒盖的家里 哦主啊 原来你也是这样爱我们 主啊 求你是恩怜悯 让我们再一次恢复起初的爱心 当我们看撒盖故事的时候 也想起我们信主 过程一些片段 主啊 你再次借着这些片段 激励我们 提醒我们 然后叫我们 没有停下我们的脚步 继续来奔跑 继续来跟随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